我叫陶金翰,今年84岁,1953年从印度尼西亚回国 我现在在俱乐部里给孩子们训练基建 作为新中国第一代基建人 84岁的陶金翰仍活跃在基建教学的一线 他精神绝朔,身姿挺拔,声音洪亮,深受孩子欢迎 陶金翰说,自己的体育情节要回溯到童年时代 1935年,陶金翰出生在印度尼西亚苏拉威西岛的一个华人家庭 从小跟父亲学习武术和足球,培养了他对体育的浓厚兴趣 1949年新中国成立,从小在印尼长大的他萌生了回国的想法 1950年,在印尼举办类似国内的图片展 看了那个之后,我们的心情特别的愉快,特别高兴 为什么呢?国家在发展 当时号召我们青年归国的一些归桥 能够回国一起参加主国建设 知道这个信息,我就跟我爸提出来 我说我要回国青年书,将来要为国家也做点贡献吧 1953年,在父母的支持下,陶金翰和姐姐坐上了回中国的轮船 他回到祖籍武汉念高中,并于1956年考入北京体育学院 毕业后留校任教 回忆起第一次在训练馆里看到基建的情景 陶金翰记忆犹新 自此,这位23岁的年轻人正式踏上基建道路 随之而来的是漫长而艰苦的训练 往前,往后一蹬,往前,往后 这个部分要快,你过来我躲开,我上去就快了 这个的,练到,练到,练到的脚发 这脚发炎了,走路就要,好像要十二十二十二 后来打,打针打好了,练到这个程度 经过刻苦训练 1957年,陶金翰获得了中国17城市基建技巧运动锦标赛 男子花剑冠军 1966年11月,他代表中国基建队 参加在柬埔寨举行的第一届亚洲新兴力量运动会 一举拿下男子配剑冠军 这也成为中国基建在国际赛事中获得的第一枚金牌 当时呢,一发奖啊,往来站在台上 都个个人说,大家疏虑嘛,说啊,站你,比挺的 我说真的,那个激动呢,我也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 哎,挺高兴的,反正心里啊 心跳挺加快 因为从来没站在台上嘛 1973年,陶金翰前往瑞典 促成了中国剑写加入国际基建联合会 次年,中国基建队首次参加世界基建锦标赛 他作为教练兼队员同行 1974年,39岁的陶金翰正式挂剑 当轮居节,仲满,雷声等一代代剑手在国际赛场上展露头角之时 这位老剑客逐渐退居幕后 退休后,闲不住的陶金翰继续从事基建推广和教学工作 2004年,他还在北京大学开设了基建选修课 如今,每个周末,陶金翰仍坚持去到离家30多公里的基建俱乐部授课 他说,基建的一招一拾不仅是技术体能的比拼 也是思维的较量 希望能让更多人喜欢上这项运动 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